各位观众好 历史明镜节目的新一期又开始了 我是高凡林 与大家久违了 非常高兴能发挥余热 有这样的机会来继续主持历史明镜节目 前一段时间呢 明镜集团旗下的国史出版社 出版了一套电子书 《酸刺林山西平硕农民口述史》 共7卷130多万字 记载了北方黄土高原363位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访谈 在中共即将迎来见证70周年之际 这套书的出版为人们真切的了解那个年代 1945年到1984年 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 提供了生动详实的第一手史料 给大家看一看这套书的封面 没有标作者 只标上了周浙平访问记录 周浙平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 之所以让我来主持对他的访谈 也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过这套书编辑的全过程 刚才我说啊 1945年到1984年 为什么这套书是从1945年写起呢 中共建国不是1949年吗 是的 但是作者调查采访的地区是山西省北部的平硕地区 也就是平鲁县和硕县 现在这两个县都已经没有了 几经严格变迁 现在大体上归到了山西硕州市 在硕州市的下面有平鲁区和硕城区 这两个县呢 在1945年就日本投降以后啊 就完全在中共的管辖之下 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豆腐农 就是从这开的头 平鲁县和硕县的农民比全国的农民 早四年迎来所谓的新生活 早四年陷入苦难岁月 这套书讲的什么呢 访问记录的周哲平是什么样的人呢 周哲平是我的同代人 他出生于1948年 去年是他的古稀之年 他现在人在中国大陆 所以呢 我们对他的连线专访啊 麻烦就多一些 下面的对话呢 我们采取音频的形式 我们就请他自己来做一个简单介绍吧 周先生 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这套书 以及您本人 包括您还出过哪些书 我访问记录的这本农民口述史 有135万字 有口述人照片362张 有一个口述人的照片遗漏了 这本书的结构由两部分组成 每一卷由编年史部分和口述人故事并列叙述 编年史是从平鲁硕塑线两线的政府档案文献中 宅编撰写的 内容以年月日顺序 成一个时间轴参照 宅编的选材都是当时不能公开的内部文件 现在解密了 共七千多页 以目前已出版的各类共和国编年史不同 都是些中共县委县政府内部执政实施的文献 我采用的叙述方法是官史与民史并列 官与民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行为 造成不同的结果 哪一个是真相 读者可以自己判断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介绍的 经过十一年学校 初中毕业 没有选择进高中 我对农业有兴趣 报考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 却分配在农业集结化专业 我一直很讨厌教科书 上学基本上是糊弄 考个及格不留级就行了 到了学校也这样 没有读成农作物栽培专业 就继续糊弄 读了两年 就遇上文革停课了 1969年去了山西平鲁 1979年至1988年 做的就是一件事 在县市中央各级报刊工作 中间还干了几年广播新闻 大陆的媒体都是政府办的 自然都是政府的工具 不求真实 只为政府所用 1988年我就辞去了公职 成了无业游民 在朋友的帮助下 九十年代 做了一件事 到川 滇 藏 清 干 五省区 考察了藏族的习俗文化 在高原上跑了几年 08年返回平鲁 09年开始酸刺林的访谈 到17年11月结束 用了九年的时间 加上翻记 整整十年 每年去评录一到两次 最多三次 背上录音机 磁带 电脑 照相机 一大堆设备 后来改成数字的录音机 这里给大家放一段 访问朱棕的口述 这是最后一位的访谈录音 他不能对他 我的父亲没有 收了字来 人家卡达 你扣两张头就卡达了 你家那个土改的时候 土地都没收了 分了 分了 他分了 土地 那会儿他这个土地 他继续试个 他又给我打 没眼 继续试个 他就老三一出去 老师一出去 老二一出去 他还老三一出去 自己出去 是咋呀 我自己出去 我试了 就是给我打 留下巴掌机 自己出去 就也没给 还老三 完成这部书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 那还是 我在评录 街市的老人 九年中 他们为我提供 时速 交通 还充当响岛 帮助查资料 找访问对象 等等 没有他们的支持 这部书 是很难完成的 还有就是我的家人 他们帮我 把几百万字的材料 书稿 录入电脑 帮助操作 整理 也是不可或缺的 至于我有什么著作 我是1979年 开始出版作品 至今都是些 经过政府出版社 删改过的作品 没什么可说的 我的主要作品 都在抽屉里 这次得到高发林先生 和平先生的支持 孙思林才有机会 在国史出版社出版 非常感谢 还要感谢这本书的责编 万伟 谢谢 我要补充几句 周先生刚才说 他出了什么著作 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呢 我们拿到这套书的书稿的时候 都非常的惊讶 无论是文字还是照片 做的都很专业 后来我才知道 周先生曾经在海内外出版过 影像中的文革农村 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在摄影方面 他是专家 刚才的录音 他放了一段采访的录音 大家也听见了 录音的质量很高 周浙平先生说 感谢家人 据我所知 他的家人和亲属 在音像领域都具有专业的水准 《酸刺林山西评硕农民口述史》 这套书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周浙平先生 家人心血的结晶 令我非常的敬佩 周先生 您为什么要将 《评硕农民口述史》 这套书取名为《酸刺林》呢 那是我住在周二牛家 发生的一件事 引出的 那天周二牛 领我访问完 口述人回家 一进院子 看见他老婆 拿把茧子在茧酸刺 把成熟的果汁 剪成一段段的 我问他 剪这干什么 他说卖啊 这东西有人买 娃娃们买 我没在意就进屋了 周二牛的家 在北平移民村 这个村有几千人 受访者 可以多找到几位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住在他家 吃晚饭时 他的两个孙子 看见酸刺了 嚷着要吃 他老婆硬是不叫 一个星期后 我离开时 给他留 老婆留下一些钱 就算伙食费吧 他老婆坚决不收 还让二牛还给我 回到城里的宾馆 想着二牛家院子里的酸刺 忍不住就去打听 一小堆 或几只酸刺 只能卖几毛钱 酸刺是一种灌木 山上到处都是 不管天汗 冰冻 年年长 农民年年刨 晒干生火用 刨的时候不好刨 天造生火时候不好天 因为汁上长满刺 果实很小 最大的也超不过豌豆壳子 吃起来是酸的 现在生活好转 刨的人渐渐少了 都直接烧煤了 那天晚上 我偶然想起 酸刺这种植物性情 与山上的农民性格 有很多相像之处 环境再恶劣 也能忍 生生不息 还能给他人带来好处 这不正是我记录的 这部口述史 最贴切的名字吗 此前 我逆过十几个书名 都不满意 终于在二龄家的院子里 找到了他 关于中国近代史 现代史 有多种叙述方式 多种叙述角度 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角度 讲述出来的 近代史 现代史的面貌 就很不一样 那么您为什么选择 把个体农民 他们的口述 作为叙述 共和国历史的载体呢 我记录的这部农民口述史 下线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从共和国建国到这时 农民人口基本占全国人口 八成五左右 城市人口占一成五左右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和国就是一个农民国家 1956年 政府宣称 把共和国成功的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是一个怎样的政治制度呢 这里借用彼得特鲁克在1939年出版的 《经济人的末日》中的一个判断 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一战前就在欧洲失败了 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沙皇的政权 实指是权力的抢椅子游戏 坐上椅子的统治者 就是密罗凡·基拉斯说的新阶级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以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一样 只不过 我对中国的统治者使用特权阶层这个词语 华夏历史 自秦以来的历史 就是某种周期性的反复 1912年以来的中国历史 是华夏历史延续的又一个周期反复 对清朝以前的历史叙述 张学成认为 通通都是官学 中国历史的叙述 多半也是这样 与传统历史叙述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借用了大量的外来语 如社会这个词 是什么意思 我是不懂 再加上主义一词 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什么意思 更让人读不懂 毛泽东对中华民国使用的词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用汉语直接的理解 就是中华民国一半是某个国家的殖民地 另一半是古代国家制 他还只说西藏 是半奴隶 半封建社会 西藏一半是奴隶制 另一半是古代国家制 我们撇开他使用语会的政治意图 讲的完全不是事实 中华民国不是任何国家的殖民地 西藏政府也没有制定推行任何奴隶制度 他使用阶级斗争说 来解释要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理由 梁书明对他讲 中国哪有什么阶级斗争啊 因此 中国历史的历史叙述 因剥去社会主义社会这僧皮 才能露出他本来的面貌 对旧官史 新官史 你不能只停留在批评的层面 你要找到不一样的历史叙述 要动手做 这很难 第一个碰到的是叙述的语言 正如法国汉学家马月然说的 中国没有好的文学作品 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好的语言 历史叙述也同理 整个国家在政府学校媒体 等所有公共场合使用的语言 都是被外来语重度污染后的语言 在这种语言 垄断了人们的思想的场合下 你要找到一个不一样的语言 谈何容易啊 伴随着这种马式 苏式 毛式 或者随便你管它叫什么式的语言 组成这种语言的词汇 同乎一元 几乎每个词 从汉语的字面去理解 几乎是不可能的 都是由特权阶层确定的特定旨意 再就是使用这种官方灌输的语言和词汇 很难叙述出个性化的观念 就像现在有些独立思考的叙述者 使用的仍旧是官方的语言 无论怎样 也不可能表达出你的真意 就是所谓词不达意 农民口述史的叙述者 无意间绕过了这些难题 他们使用的语言 虽然也受到外来语的污染 但他们的思考方式 基本还停留在方言的场合 语汇的使用 除个别历史中没有过的事物 采用外来语替代 基本保留了传统的词汇 相对城市而言 农村或者更偏远交通闭塞的山村 就算一方语言的净土了 造成这种状况 当然和特权阶层统治方略相关 这里就不细说了 由个体农民来完成历史叙述 进一步躲开了 官史叙述中常用的基本套路 例如进步模式 发展模式 集体模式 历史趋势等等 个体农民口述史 就给不同于官史的历史叙述一个机会 您这个说法对我很有启发 这套书 农民的口述尽量采用方言 是为了尽量避开官方叙事的套路 当然了 这样的做法呢 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说习惯了官方叙事的那些读者 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适应农民的方言 如果把握这个度 还要继续摸索 我看周先生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 顺便提一句 刚才周浙平先生呢 有一个小小的口误 马月然不是法国的 而是瑞典的汉学家 我下面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周先生您是遇到什么机会 触发做农民口述史的冲动呢 换句话说 您是怎么想起来 要请老农民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呢 我第一次和农民密切接触 是在1969年3月 这个月的16日 我住进技嘉尤村 就是我记录的这部口述史 第一卷中 第一个口述人 王毅文讲故事的这个村 此前我是3月10号 从北京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由公安人员送回家 并叮嘱三日后必须离京 1967年冬 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起来 莫名其妙 说我和杨玉富反革命集团案有关联 我当然不会承认 第二年春 因为我拒不坦白的态度 公安局判我是反革命罪 押送到天津茶店 劳改农场 劳教二年 当年年末 厂方说是根据毛主席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指示 又把我这类文革犯人的处分撤销 押回北京 原北京少年犯看守所 参加了这个北京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同来的有二三十人 记不清了 待了四五个月 军管公安共管的这个学习班 又宣布官押人员可以释放 但条件 是要有单位接收 我母亲是季家窑村人 又在当地参加过抗日活动 有些老战友 他们得知后 立即发来公函 同意接受我去季家窑村落户 我所在学校的同学 是去了陕西和内蒙两处 在学习班时 军管会 学校军管会和群众组织 来人要我回学校 接受批斗 其是有同学揭发我 有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行 学习班拒绝了 所以我也回不了学校了 如果没有这段经历 可能就去不了季家窑村了 在村里 我住在舅舅家里 村里人也不把我当外人 很快就融入其中 每日所见所闻 直接冲击了我 自启蒙后十几年的 全部知识经验 我脑子里被教科书 革命文学 文艺宣传等等 装进去的那个农村 完全是虚假的 真实的农村 活生生的农民就在眼前 这时我产生了所谓文学青年的冲动 想把自己看到的农民生活告诉人们 证明这才是真的 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看似幼稚 却埋在心里几十年 2009年 一位老朋友 将他上世纪七十年代 在硕县拍的农村照片交给我 让我帮助编本影集 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这些老照片的内容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去访问照片中还在世的当事人 回忆当年情景 没想到这份季度配上照片的影集 在香港请会大学 现代史研究所和香港三联书店的支持下 很快出版 还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这是我觉得实现我这个想法的机会来了 在这次访问中 我发现农民回忆往事 几乎没有什么顾忌了 恐惧心理基本解除 尚有余悸的个别人 稍加引导也不拒绝了 我做口述史的经验证实 口述史的叙述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不仅仅是访问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等待可以实现访问的时间 走到中国农村 农民到处都有 就是老农民也到处都可以见到 那么您的访问对象是如何选择的呢 或者说您选择口述者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呢 口述史嘛 口述人是第一位的 口述的内容是被限定的 限定在某个历史话题 选择访问对象的第一步 是选择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以孙次林选择的山西省平鲁县硕县来说 这两个县在抗日战争时期 就是中共控制的禁随根据地的区域 1938年左右就建立了县级政权 日本人投降撤离后 这两个县就完全在中共的统侠下了 中共的土改措施就是由禁随地区开始的 平鲁县硕县虽然不是杀人最多的地方 但土改这个历史事件包括了这两个县 再往细 平鲁县土改时杀人最多的村子 有向阳堡 榆树蛙 沙城 硕县是夏目角 后归到平鲁 平鲁县关押地主的村子是夏洪沟 硕县关押地主的地方是李家瑶村 第二步就是历史事件发生地 寻找与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吻合的人 如刚才说的土改 我开始访问的时间是2009年 离开的土改的1946年至1948年间 有61至63年了 要找的访问对象 最好是七岁以上的人 对受访者我有个要求 要谈的是自己的经历 听别人说的不必谈 除了家人的口传 如前辈的经历 我认为口述史在某个选项中 就是抢救口述人的回忆 孙恩寺林中的受访者 截止2018年已有几十位离世了 让我心安的是他们的回忆留下了 可以传下去了 第三步 找到每位口述人前 要有一位好祥导 他是我和口述人间建立信任的桥梁 如前面说的 向阳部等村子 祥导和这些村子有某种联系 已经有了信任关系 他把这个信任关系架接在我身上 进村找到年龄符合的老人 摆明这个信任关系 就可以进行访问了 祥导那不是固定的 根据哪些历史事件 哪些地方就要变换相应的祥导 对我来说不是先确定访问对象 而且要先找到一位合适的祥导 本书第一卷 回忆的就是土改历史 从第二卷到第七卷 回忆了统国统销 合作画 大明大放 反右 公有画 大跃进 四清 文革 学大寨 丹干 等一系列历史事件 选择访问对象 用的都是一个方法 那么您是如何做到 与这些受访的老农民 毫无约束的交流呢 您前面讲了一些 比如您与受访者 有某些共同的经历 有彼此相同的语言 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等等 能不能再进一步介绍一下 怎么让农民信任您 对您的提问 能够袒落心扉 打开画甲子呢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呢 实际上是个情感问题 访问技巧是第二位的 不知道是不是 从1969年去吉家窑开始 或者更早 农民就在我心里 种下了一颗种子 对农民方方面面的思考 就成了我心中永恒的主题 这种长时间的思误 给我带来的是一种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 当然是指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什么态度呢 就是从容平静的态度 不相信有什么奇迹发生 不论什么人 什么党 什么权威 做什么样的宣誓 都不要放在心上 只有做出来的行动 或许能说明些什么 只有从国民个体身上感受到的 才是真实的 你用这样的态度 去和受访者接触交谈 他或他没有理由不和你谈心理话 有人说你不要都去相信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 从某个受访者的回忆里 在外人听到 可能认为是谎言 但何尝这不是受访者的心理话呢 口述史的历史叙述 就是和书写文本叙述不同 每个人的回忆都值得尊重 值得读到的人去品味 个人的经历存在 是一个多样化的事实 访问者不能有丝毫的厚此薄笔 耐心的谦虚的倾听 是一个访问者的责任 不可否认 访问也是需要技巧的 但态度决定技巧 如果你一开始就认为 农民是落后的 是应该被改造的对象 那你怎么也做不到和农民交心 你听到的 怎么会有真话呢 或者你把对方当作一种工具 对方是有生命的个体 不是一个物件 你的想法对方是可以感应到的 农民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关于口述史 争论一直没有断过 就在最近 还有人断章取义的 引用了杨祥寅文章中的一段话 来批评我和口述工作者 口述历史 正引入想象 选择性记忆 事后虚实 和完全主观的世界 他将把我们引向何处 那不是不历史 而是神话 杨祥寅呢 他是温州大学 口述历史研究所的所长 口述史研究杂志的主编 还是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副秘书长 您从事口述史 是不是也遇到过这一类的质疑呢 您如何看待口述史的功效 局限以及准确性等等问题呢 我最早读到的口述史作品 就是唐德纲的 读过的感觉呢 是这一书写文本没有大的差别 再就是读过台湾中研院 近代史所记录的 口述史系列中的部分作品 据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口述史计划 从1959年10月 至1972年9月 记录了70多人的回忆 约有450万字 1984年又重新启动了这项计划 可惜中研院做的口述记录是笔录 在出版的时候是经过整理的 其中一位参与者 我不记得是谁了 他就指出 口述历史有两种 一种是保留原话加注释 另一种是考证后加整理 唐德纲的就属于后一种 我主张前一种 但不论哪一种 这些口述史记录的对象 都是特权阶层里的成员 我对其史观真相都怀疑 也不认同 上世纪八十年代 大陆开始出现这些口述史 先是不注明出错 后来反过来呢 又追逐口述史的名 这些记录与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官方作品 大同小异 不过是各位起主罢了 台湾实行民主治后 是否有口述史出版 我不清楚 我却读过台湾的一个译本 叫大家都来做口述史 王之之义的美国口述史学家 唐诺里奇的作品 大陆的一名叫唐纳德里奇 这是一本不错的书 对想要做或准备要做口述记录的人 很有用 讲的具体实用 尤其是书名 他告诉读者 口述史人人可以做 我认为更核心的 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史的叙述者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口述史最大的功效 就是可以让千千万万普通人入史 成为历史的主角 把千千万万普通人叙述的历史 传给后人 这样的历史叙述 就可能达到避开那些政府编的教科书 知识分子撰写的精英史迹 对人类思想的污染 我在富竹庄村访问一位老人 他是当年在夏洪沟村 关押地主站岗的民兵 民兵要归到正规部队时 他跑掉了 访问在他家窑洞的炕上 下面站了一群年轻人在看热闹 老汉说出他的经历后 第一个感到意外的是他儿子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把和他生活几十年的老父亲 与他讲的那个故事联系在一起 其他人更是惊讶 纷纷插嘴 说这老汉还当过拔路 要是不跑 现在也是大哥蛋 大哥蛋是方言 就是大官的意思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 如果一代一代的人 把自己平时不能说 不愿说的经历留下了 传下去 他们的后代 会怎样认识前辈经历过的历史呢 还会轻易接受教科书的说教吗 至于局限嘛 历史叙述有多种形式 各有各的作用吧 只要存在就有理由 不可能互相替代 个性化越突出 就越不可能被淹没 关于准确性 是对口述史争论最多的地方 实际上 还是各类历史叙述 都存在的一个老问题 真假问题 一书写文本不同 口述史是通过记录回忆 完成的历史叙述 反对者认为 书写文本的过程 可以引用档案 可以引用考证结论等等作业 但你仍不能保证 档案记录就是真相 考证结论就是准确的 还有不能排除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回忆也是一个加工的过程 是经过人生几十年思虑的结果 对待各种历史叙述中的真实性问题 包括口述史的回忆 是否准确的问题 用评说的一句方言评价 可能恰当些 就是若想公道 打个颠倒 所有关注历史的读者 包括撰写者 最关注的 可能就是什么是历史真相 可你真的能看到真相 那又如何呢 你想从真相场合获得什么 还是真相能自动告诉你什么 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或者说换个立场也可以 我们以上世纪八十年代 大陆出版的 庐山会议实录为例 作者李锐 可以说 这是文化革命后 最早披露 中共上层斗争内幕的读物 也是开了这类叙述的先河 李锐写的 是不是历史真相呢 我提五个问题 第一 揭露黑幕丑闻的书 怎么能通过中共严密的审查官 第二 胡乔木1980年11月 为何指示李锐写这样一本内幕的书 第三 书出版后 李锐没有受到过中央高层的指责 反而升官了 第四 李锐 李锐个人的行为 在对庐山会议中产生的 彭皇 江州反靖州反革命集团起了什么作用 第五 凡是揭露中共内幕的历史叙述 斗争的 斗争的哪一方是站在正义一边 哪一方是非正义的 其中 第一 二 四 五 四个问题 可以适用 拷问大部分 这类历史叙述作品 除了叙述 官场类的 还有一大类 是叙述 知识分子类的 包括民主党派的上层 文学文艺界的作家明星等等 总之 属于特权阶层的政治家 高级军官 行政高官 及寄生物的教授 学者演员 高级工程人员等等 这些人 在大量出版 发表的历史叙述中 几乎 青一色的是假 如何坚持正确 如何遭受到迫害等等 这不就是旧官史中的 明军 昏军 清官 贪官 人物叙述的陷阱吗 我对这类读物 没什么兴趣 也不相信他们的叙述 更怀疑他们的动机 口述史的准确性 或者说 口述史回忆的事实 是不是历史真相 最根本的评判 是要口述史读者的认同 谢谢 好的 这次节目啊 我们就谈到这里 但是对周浙平先生的访谈呢 还没有完 还将继续 这次节目呢 我们主要是了解了周浙平是怎样一个人 酸次林是怎样一本书 了解您是怎样从事调查访问 让农民对您消除戒心 消除顾虑畅所欲言 下一期呢 我们就要转到这些农民所讲述的史实了 他们在1945年到1984年 过得如何 土地得到了又失去了 农民都进了互助组 进了合作社 进了人民公社 然后呢 又是大跃进文革 农业学大寨 老农民们怎样回忆他们的大半生呢 谢谢周浙平先生 谢谢在屏幕前观看节目 关注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观众们 也谢谢我们在幕后默默工作的技术支持人员 好 再见